上级说到孟厂长深思江小暖的话 此时的陆志国恩宠不在 还被劈头盖领了一段水 陆志国脸一下子黑了 阴沉着脸回了家 家里陆怀年和江小月都在 万金贵去上班了 陆怀年在屋子里睡觉 江小月在洗衣服 陆志国回了屋子里睡觉 但迷迷糊糊地睡了会 就被外面的骂声吵醒了 细听是万金贵的声音 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了 这衣服是真撕的 得单独洗 你是傻还是龙 我忘了 忘你妈妈 你就是成心的 憋着火的万金贵 一巴掌就抽了下去 江小月心里暗叫倒霉 她确实是故意的 谁让这女人天天打她骂她了 当面她不敢反抗 只能在背后做点小动作 比如真撕衬衫 和其他衣服混在一起洗 给万金贵泡茶土口水 还在万金贵的内裤上 滴辣浇水 这种阴损下作的小动作 江小月这些天没少干 今天运气不好 万金贵还没下班 就跑回家了 恰好撞破 你个桑门星 自打你进了门 我家的好运气都让你得赶跑了 成天都是会气势 你就是扫把星 万金贵越骂越火大 也越相信江小月是扫把星 还有她最近身体也不舒服 下面总是火辣辣 特别难受 她还打算抽空去卫生所查查 这些都是在江小月进门后才有的 打死你个扫把星 万金贵力气大 江小月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被打得嗷嗷直叫 嗓门还挺大 估计整栋楼都能听见 屋子里的陆志国脸 黑得像炭一样 耳边想起了孟厂长的话 回去好好管管家 别成天鸡飞狗跳的 影响楼里的人休息 心抖得沉了沉 现在她家可不就在鸡飞狗跳 这么大的嗓门 隔壁楼都能听见 幸好现在是上班时间 要是晚上 孟厂长肯定会听见 也会更嫌弃她了 陆志国越想越恼火 她的仕途 就是被这俩蠢女人拖垮了 肯定是最近家里不太平 严重影响了厂长大人的休息 所以厂长才会迁怒她 甚至要撤她的职 陆志国一脚踢开门 老陆你怎么会在家 你不上班 我怎么会在家 还不是你们的功劳 你们继续吵啊 吵得在大声点 最好让半功劳的人也听见 让厂长也听见 你发什么神经 不过只是骂几句而已 厂长他又不是吃饱了撑的 管我家的家务事干什么 忍无可忍的陆志国 一巴掌抽了过去 陆志国咬牙切齿地骂着 以前怎么就没看出 这女人传达 她脑海里出现了一个 闲静温婉的漂亮女人 陆志国你敢打我 我和你拼了 万金贵疯子一样扑到陆志国身上 又撕又打 还揪头发 陆志国又痛又恨 臭婆娘居然还敢还手 无法无天了 你个疯婆子 老子当初下了眼才会娶你 你后悔了 陆志国 你现在还想着那件货吗 你嘴巴放干净点 我就知道 你还惦记着那件货 陆志国你搞清楚 是我先认识你的 是那件货勾引了你 是你们对不起我 那个时候 你父母不是嫌我家穷 硬让你嫁村长家 到底是谁对不起谁 万金贵你嘴巴放干净点 再敢说清雅的坏话 别怪我不客气 陆志国面色如霜 对万金贵越发瞧不上了 万金贵心越来越冷 极恨交加 那人都死二十几年了 陆志国还惦记着 难怪老人常说 活人比不过死人啊 当初他就不应该 让那件人死得太痛快了 陆志国你现在装什么好人 顾清雅的死你没责任吗 话还没说完 陆志国突然出手 用了实陈力气 万金贵被抽的原地 转了好几圈 血乎了一脸 陆志国现在杀了这蠢妇的心都有 二十四年前的那件事 是他心里最大的命 这蠢妇却捅出来了 陆志国又慌又恨 幸好大儿子没在家 否则这是没法收场 陆志国装什么装 人都死二十几年了 你装申请给谁看 哈哈 你要是真的喜欢那女人 就不会和我搞在一起了 更不会和我一起搞那女人 万金贵快气疯了 说话也口不择言 陆志国脸色越来越难看 眼神也越来越冷 门背后的江小月却很好奇 那个叫不清雅的女人是谁 陆志国一脚踢了过去 万金贵话都没说完 晕死过去 躺在地上人事不行 小月 去车间给你妈请病假 多请几天 江小月吓了一跳 乖乖地答应了 朝门口走去 刚才听见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听见 爸 我肯定不会去外面乱说的 没什么大事 你妈最近脑子不太好 喜欢胡说八道 你听过就忘了吧 也别去外面乱说 省得被人笑话 爸您放心 我肯定不乱说 江小月赌咒发誓的保证 陆志国这才放过她 让她去车间请假 小月请好嫁回来 万金贵依然没醒 脸上的血已经干了 结了一层血痂 江小月本来想扶万金贵 去沙发上躺 但手刚伸出去 便缩回来了 凭什么要扶 这恶女人欺负我 现在这样活该 现在秋天地板凉 最好能冻出毛病来才好 江小月幸灾乐祸地笑了 没再管万金贵 还踢了几脚 这才去洗衣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